其實寶媽剛剛在節目錄 不到5分鐘就蹦出那句話 我想在過去 也許會有這樣子的一個陰影 但現在完全不用擔心 我也要給婦女朋友 如果是失婚的婦女朋友 加個油 為什麼 第一個你說離過婚 那不過只是一個牽制於 牽制一個儀式而已 你今天沒有離過婚 但是你跟前男友有分手 我這樣講好了 比方說寶媽你離過婚 就同居 你的意思是不是 沒有 我應該這樣講說 寶媽比方說你離過婚 可是你這輩子 可能就那一個男人而已 好啦 那我現在另外一個 他從來沒有離過婚 可是他之前交過二十幾個男友 你要選擇哪一個 我當然選擇這個 只是離過婚的人啊 對啊 但是我覺得不一定每個男人是 對啦 我真的覺得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剛剛寶媽講到 小孩子的問題 其實在過去當然會覺得 那是一個脫油品 或者是一個負擔 但是在現在 生意率低到什麼 低到政府都要補助了 都要用補助來希望你生小孩 對 那我認為小孩其實如果 用比較開朗的態度去面對的話 你會覺得 不錯啊 人家現成已經帶了一個小孩 過來了 如果這個小孩也蠻乖的話 那我現在想講一個故事 因為有一次我在派出所 就看到一個婦女朋友 她跟警察說 要請警察去幫她抓姦 說她先生外遇 然後她就哭哭啼啼的跟警察訴苦 她說她現在這個先生 其實也是她的第二春 其實她 本來就已經不信任男人了 但是她忍了五年都沒有交男朋友 都沒有跟男孩子 任何男孩子來往 她自己不急 她周邊的人都急了 你說她忍了五年 因為她對男孩子不信任 所以她忍這五年就是說 她都不想再跟任何男孩子交往 但是周邊的家人會給她壓力 朋友也會給她壓力 就有一次在一個場合上面 她認識一個男的 留學生 然後對方是做化妝品代理的 哇 哇呦 不錯嘛 對不對 嫁 三個月就嫁了 但是你嫁了之後你才發現 你這三個月挑選第二春 真的太短了 因為她前面忍太久了 後面就太急了 結果這男的怎樣 這個男的呢 第一 她雖然是留學回來了 她根本都不做事情 因為有家裡去供養她 完全不做事 但是為什麼家裡對於這個小孩子呢 其實也是屬於放棄狀態 就是不管她 你以為小開很了不起嗎 她家有五個兄 對不起 我怎麼比六說五 五個兄弟耶 所以這種叫假小開 對 而且她那個是 五個之中是最不得寵的那個小開 是 然後呢 她就跟警察講說 但是最難過的是 她之前離婚就是因為老公懷孕 現在這個男朋友又外遇 又外遇 外遇的對象是誰 是介紹她給她認識的 她的姐妹桃王 親何以堪 好 講到這邊呢 我聽到 我就真的很想去跟那個婦女朋友 插嘴說 你怎麼第二春會挑到這樣 你以為高大帥氣 ABC留學就是這樣 好了 結果後來最後呢 那個警察先生說 好吧 但是你抓監影要一些證據 他說不用證據啊 因為那個第三者 現在就在我家 隨時可去抓 她的老公已經囂張到 把外遇帶在家裡面了 後來就去 我就當然捏手捏腳跟著去了 我一到現場 哇 那個不用破門 因為她本來就自己就有鑰匙 一打開 因為她先生是留學的 她覺得外遇好像沒什麼 警察來了她也覺得沒什麼 但是她太太呢就 剛剛已經訴了苦了 現在心情呢 就更激動了 一把火就要上來 就先抓那個姐妹 她的姐妹套 等於是她們的媒人嘛 把那個姐妹套抓起來 說你怎麼可以這樣對不起我 就開始打打打 後來她先生 裸著上半身說了 兩句 兩個東西 觀眾朋友聽聽看 有沒有道理 他說 你也公平一點 你離過一次婚 我搞一次外遇 大家互不相欠嘛 蛤 這什麼話 這什麼話 大家可以來討論 但是這句話 很容易出現在第二尊身上 你看有人說是對 沒有重點 所以我都覺得大家都要平等 如果你少了這麼一次 就會永遠就被那個人拿出來講 真的 第二個呢 是也可以給觀眾朋友聽聽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評評理的 他說 我呢 搞的也不是外人 是你的好朋友 這件事 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算了嗎 幹嘛要弄到 記者警察都來了 這更不能算了 天啊 我覺得他就是生病了 真的生病了 哇 好 但是我們也不用太絕望 從命理的角度呢 也許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你到中年之後 是有機會 是真的可以遇到真愛的 是更有 如果你要煩惱 觀眾朋友可能也有機會 所以我們廣告之後回來 就來看看 嘿 唉唷 說到廣告時間 大家是玩到要死去去去 我來講 不過齁 其實還是有人中年是有遇到真愛 真的咧 我朋友的媽媽 喔 那是鬆到這樣 我朋友媽媽大概幾歲 50 50好幾塊60 50好幾塊 真的假的 大家是鬆到這樣喔 第二春 那麼蓋男朋友MSM 是MSM M大聲一點 來 我們把紫微命盤端出來 我們就來請教張聖書老師 老師什麼樣命格的女人 到了中年的時候 她是有機會遇到真愛的 好 這個問題我要多講一點 因為我每天都在碰到 這種第二春的問題 真的 因為那是一個希望 你知道嗎 對 沒錯 可是我覺得現在很多人 都活在古時候的觀念裡 問題很大 你看古時候的人 能活到50歲就算長壽了 所以以前所謂的早婚 16歲就要結 20歲就算晚婚 現在人都可以活到7 80歲了 還在計較說 我20歲是不是該結 25歲該結 整體的思維邏輯 其實都要改變 現在的女生 早婚一定會不利 這是很明顯的 因為古時候的女生 是嫁了人之後 男人是可以公開去外遇的 她可以三妻四妻 整個不一樣 現在女生卻不是 我老公管也不愛我 所以我就必須要獨立 好了你一開始就去嫁人 怎麼獨立 是 所以一定是在 我們要想像 有一些命盤必然是 年紀要大一點 中年的時候 才更會有幸福的可能性 那有它的原因存在 我們從命公跟福德公的角度來看 比如說 如果在命公或福德公 有天象這一顆星 我們可以想像福德公很簡單 它的概念就是什麼 一個人的價值觀 一個人的生活態度 你看這邊有一個人 就有這個天象在 福德公天象 它的價值觀跟生活態度是什麼 天象這顆星 我們都叫做享福之星 享福 對 所以你想想看 你如果在年輕的時候 碰到一個對象 他一無所有的年輕人 你跟他怎麼享福 因此年輕的時候碰到的對象 其實我純粹 好準喔 我真的有故事想講 但我真的不好意思講 算了 你這句話講出來就等下講 我私下再講給你們聽 你上網PO文好了 什麼 所以也就是說牽涉到 當這樣的命盤 在年輕的時候愛上的人 其實很容易出現 最後不合分手的型 沒錯 對不對 那我們再來看 分手分得人家也莫名其妙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就天象愛享福 好啦 他繼續講下去沒關係 我們知道什麼叫報酬 就是接下去有天賦 這顆星就出來了 杜琳 你的是什麼 利益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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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天賦 天賦 不要假 你看命公有天賦這顆星的人 他是怎麼樣 他年輕的時候 他會覺得自己過比較過癮 幹嘛找一個人拖累自己 所以很準 所以天賦這顆星來看 財產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真的是比他命還重要 對 所以在他來講 我找到的伴是來搶我的財產的 還是來分財產給我 這差別很大 真的耶 這是不是在中年以後 才會人家來分財產給我 老師如果中年錯過以後怎麼辦呢 那沒關係 他就自己一個人過得更過癮 是更過癮嗎 但是我們可以想像 這顆星為什麼也是屬於中年之後 容易有真愛 你現在必須要 兩方都有一點精良之後 真愛才會出現 唉唷期待喔 真的講得好好 而且在篤林身上 看到一個人就是 他呢 自己譬如說他有錢 他不是說 他不要 你不要來搶 而且是 你不要跟我一起用 你不要來用我 一起用我的錢 對 他一定要去用別人的 對 你不要亂 篤林哥真的有被他們講得這麼差勁嗎 我要上網PO文我跟你說 好 你們兩個不要太害怕 好